诶 伟翔 你现在在准备做什么 哦 我现在 现在准备做咖喱锅 哦 我们马来西亚很多人爱吃的咖喱锅 那需要什么材料 首先我们准备咖喱角馅料的部分 马铃薯 咖喱粉 咖喱液 糖和盐 哦 我知道了 第一个步骤是不是要把辣椒叶爆香咧 对啊 咖喱叶爆香后就可以倒入切好的马铃薯拌炒一下 再加入咖喱粉1茶匙半 糖1茶匙 盐半茶匙 之后倒入7汤匙的水盖上锅盖小火焖8分钟 让它熟制就可以了 哦 就是这么简单 焖8分钟 诶 真的咧 闻起来很像哦 这样现在是不是就要准备弄这个咖喱锅的外皮诶 对 首先我们准备150克面粉 加入2克盐和20克的马铃薯拌 混合均匀 混合均匀后50克的水分2次倒入 继续搅拌 这样过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手去搓这个面粉了 在面粉不怎么沾锁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搓成面团 这样搓成面团过后要放这几久咧 搓成面团后就让它醒面30分钟 阿翔 什么是醒面30分钟 醒面就是让它的面团更加松软 哦 这样就是说把那个面团放着30分钟过后就可以拿出来擀扁它对吗 没错 30分钟后把它拿出来底部放适量的面粉 然后用擀面杖把它擀平 擀平过后要做什么 擀平后就用大杯子印出饼皮 一定要用大杯子把面团印出来 对啊 因为面积够大才可以包到馅料 如果你想包mini gulipop也可以的 哈哈 当然不要啦 gulipop就是它的馅料够多吃起来口感才会好的嘛 诶 你包到很不错哦 没有啦 其实包内馅的部分是请我妈妈包的 我是在后面聊天 原来是请枪手 可是你妈妈包到很不错哦 手指很灵活 哦 原来要包两层的啊 嗯 你妈妈包到很不错哦 很美哦 对啊 我妈妈很常做糕点小吃之类的 所以包内馅它比较在哈 哦 原来你妈妈这样有经验的啊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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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点来教我炸这个gulipop 有了180度左右就可以开中小火 把它放下去炸 中途它会浮起来 你可以轻轻的按捺进油里 让它均匀收热 炸至金黄色就可以了 过程大概4分钟左右 哦 意思就是说等油热了过后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包好内馅的gulipop 放进去炸 然后炸到金黄色就可以拿上来吃了对吗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真的嘞 这个gulipop的材料还有它的煮法 真的非常的简单 哇 看下去都让我流口水了 这个就是在马来西亚很受欢迎的 道地小食gulipop 刚刚给你讲 嗯 嗯 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